嗨,我是寶可夢,又到了我們的好市多開箱Party Time 那今天呢非常的開心喔,就是我們的夢夢Vlog第三集 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今天跑去Costco,然後跑去買了一些東西 因為我在那邊,我覺得有時候去那邊逛街還蠻有趣的,就是說 你去那邊有點像逛大街,然後你就會發現他們每次的品項可能每一週去他都會變更 然後你就可以找到一些不錯的 那我自己本身很喜歡的就是這個,脆霜菇 那脆霜菇其實他這個產品已經蠻久了,像去年我弟弟他也有買回來彰化 然後我們大家就有把它打開來吃,然後就越吃越順口 然後那時候很好笑的就是我姑姑從這個彰化來我們家做客 然後她說,這個好好吃喔,而且就很像餅乾一樣超脆的 然後她就問說,那這個一包多少,如果去Costco可不可以幫忙買這樣子 然後我弟就說,三四百,然後我姑姑就覺得太貴了 然後她就不想買了,所以這個東西其實你看 這麼一大包的包裝,然後大概也要三百多到四百塊 所以它其實不便宜,因為它裡面當然都是真材食料真正的香菇去做烘乾跟調味的 那它後面這邊有寫說,見絲營養師美味廚房 將脆霜菇放在農湯商或作為菜前小菜都是很不錯的 它叫做見絲脆霜菇 你這邊可以看一下它這邊的資訊 所以你有興趣你可以用這個關鍵字去做查詢 它是台灣真功通商股份有限公司引入的這樣子 那它的那含量有四四克,所以我覺得還蠻鹹的 所以脆霜菇這個東西它其實可以當作是餅乾來吃 另外一個就是它可以做湯 這個真的很美味 而且如果平常你真的很懶得調味的話 其實你拿這個一小撮下去 哇它其實就有一點類似像餅乾一樣 但是呢,它其實真的還蠻好吃的 我試給大家看 它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我現在 我知道了,我要把它準備一個透明的碗 然後把它倒下來給大家看 哇 哇 這樣子可能比較清楚讓大家看到說 它這個是長這個樣子 它其實就有類似像餅乾一樣 但是呢 它其實真的還蠻好吃的 我試給大家看 就是餅乾這樣子有沒有 嗯 很脆很好吃 對 那你這樣吃的話 你會覺得說好像沒有想像中那麼鹹 因為它就是有點甜甜的 就還好 對 但是呢 如果你 比如說你把它 測試一杯熱湯好了 就比如說熱水 那你把這個加進去之後呢 那它等一下把它溶解之後 它就會變成是真的香菇 它就不是這個所謂的 餅乾一樣了 軟軟的 然後就真的很像是香菇湯 那因為它這個真的已經做足了調味 所以你把它 就是放進去裡面煮成湯 它是可以當作是一個 類似像高湯一樣的做法 那它真的會做得很不錯 很好吃 所以通常我們家 就是打一把 然後散下去做湯之後 然後再加一些菜 然後再加一些麵 可能打個蛋 欸 就真的是 一個很好吃的湯 所以 我買這個不是要拿來當餅乾吃的 最主要是 也可以當餅乾吃啦 但是呢 我最主要其實可以拿來煮湯 這個真的是很不錯 然後我可能中午拿去給我姐姐 他們也可以拿來煮湯 這樣子 那是滿好吃的 所以 如果你喜歡的話你可以去Costco 好吃多自己去買 這個你只要有會員 就可以買進去 就進去裡面買這樣子 就是提供給大家參考 真的是 很不錯欸 真的很有香菇的味道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今天 今天這樣子就直接開箱就結束了嗎 當然沒有齁 我們還是要簡單的來 簡單做一個小小的介紹 就是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來 畫面出來囉 登登 那我們的Costco的APP 好 如果你自己本身有這個Costco 會員的部分的話呢 其實你也可以就是 在線上 這個直接用會員 然後來進行購買的部分 那Costco他有他發行自己的APP 你點進來看之後你就發現 第一個廣告就是黑鑽卡 然後我剛剛滑了一下 2%回饋買越多賺越多 回饋最高3% 這部分的話呢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們資訊欄下面的影片 也有做過完整的介紹了 那 看你自己的需求啦 因為我們全家人都會去買 我在台北買 然後我家人就是在中部買 所以這對我們來說 其實都是還蠻 方便的一個 就是購物的管道 但是我不會常去 我大概兩個禮拜會去一次 然後去的話就是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新的商品 那覺得不錯的話才會買這樣子 所以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他這邊的話 其實他在APP裡面 你可以看到 他有蠻多的商品資訊 比如說優惠資訊的話 你點開來看 可能最新的這一期 點開然後他就 他有賣帽子耶 但我這帽子是日本的 還有一些其他有的沒的 然後呢 可能不多 但是呢 其實他 有一個功能我覺得很不錯 就是你可以查詢你的多利金的部分 所以你選擇最下面這個多利金查詢 點下去之後 他會問你說要到外部連結 那進去外部連結之後 他就會來到這個國泰塑華的系統 那國泰塑華的系統 其實你要登入你的身份證字號跟電話 就會進行綁定跟查詢 那你以後就是直接登入 就可以看到你有多少的點數這樣子 那我的話是因為我昨天剛好有 就登入過了 所以這邊就可以看到寶可夢的多利金是398 也就是大概快400元左右 之前還更多啦 因為之前有講過 我有跟大家介紹過有一檔活動還不錯 就是這個國泰塑華的Costco聯名卡 你如果拿來搭這個高鐵的活動的話 他在上半年其實是有10%的回饋 這個外占消費是0.5% 然後再加上加碼的9.5% 我有拿來買一些高鐵票 所以我有拿到一些幾百塊 七八百塊的回饋啦 那這部分的話呢 其實就是看你自己 如果你自己本身全家裡面 每個月的消費有到1萬5的部分 那麼你拿這檔卡片來買這個 買高鐵的這個車票的部分 其實是有10%回饋的 那詳細的細節也可以看我下面的資訊欄 我都有寫文章介紹 那下半年的部分一樣 就是說7月到9月這個活動有延續 那前提是你一樣 國泰塑華的信用卡賬單 前月的部分要有買1萬5 你下一個月份才可以拿到回饋 意思就是說你要一直刷這檔卡片 如果你們全家人都有持續性的在Costco做消費 我個人覺得一個月超過1萬5 好像不會很困難 畢竟不是你一個人的消費 而是全家人的消費 像我這一次去買 我除了買這個之外 我還買了兩本書 然後還有買兩件衣服 一件是那個就是襯衫 然後另外一個是Polo衫 就是將來上節目的時候可以穿 所以這部分的話是我自己的購物的指南 你們自己也可以去決定 你們哪一個適合自己這樣子 那在行商上面我覺得還是有一個陷阱 那個陷阱就是說品項太多了 然後你有可能就是會迷失你自己 然後就在那邊亂買 這是有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你一定要確認你自己真的需要那個東西 才去買 不然你就會多花錢了 那在這邊你有 右上角這邊有個線上購物 你點進去之後 它會帶你到這個Costco的線上的會員部分 然後你可以在這邊等你的會員 然後在這邊你就可以在網路上面去購買你要的東西 所以也是很方便的購物 我記得之前好像過年那時候吧 好像二三月的時候有一檔就是 好像有一個折扣碼的部分 然後大家在Costco線上購物出折扣碼 好像可以不知道折個一百還兩百我忘了 那時候就是輝哥發發現的 然後我就立馬轉分享 然後在我們的TG上面 Telegram上面 然後大家就一窩蜂蜂在買東西 我那時候也買了那個記憶卡吧 那個記憶卡就是可以拿來就是玩那個Switch的 話說這個Switch我好像也三年 三四個月都沒有開到 我真的很忙 忙到沒有時間玩遊戲 我反而比較喜歡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的所知所學 然後就是這個寫文章的部分 那現在反而都是轉以分享影片居多 就是提供大家參考 所以這個國內赤華的Costco卡很方便 然後再搭配他們這個黑鑽卡的部分 其實你在線上購物還有實體購物的部分 其實你都可以拿到一些額外的回饋 所以這部分也是提供給大家參考 你只要有這個Costco的會員 你一樣可以在線上購物買東西買一買 他東西到時候整包寄到家裡面 也算是一種線上購物 那也是還不錯 也在他的這個黑鑽卡的2%的加碼回饋在這個範疇裡面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就是提供給大家參考這樣子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的話就是 包括我們又在推坑叫他買這個好吃的東西 那你如果經過Costco去裡面逛街看到這東西不錯 你也許可以買來試吃看看 或者是旁邊有人試吃的你就是 你就吃吃看 如果喜歡再買不喜歡就算了 那當然你也可以買然後覺得不OK 那就把它退掉也OK 這基本上他們是有這個退貨機制的 那這東西我不會退來因為真的還蠻好吃 唉唷掉了 還好我這個有封起來 還蠻好吃的 所以就是提供給大家參考啦 基本上就是這樣 好了放上去了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的話 就是歡迎你就是來訂閱一下 然後小鈴鐺開起來 最新的開箱資訊 包個夢的VLOG 就會就是推播到你家 那也非常歡迎你公開的按讚留言分享 把這個最新的好市多購買資訊提供給你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敗家好不好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